爹爹奶奶爸爸妈妈小哈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 开开心情甜甜蜜蜜的时光 欢迎来到这一家 我最爱日乐的姐姐 我最爱的弟弟妹妹 有时吵架有时帮忙都OK 哎呀 相亲相爱上帝姐妹 快乐长大上帝姐妹 我们一起拥有边缘 布比好饿 好想吃 那我们把它分得四分 每个人都可以吃 可是这样我们吃得饱吗 我知道了 这块蛋糕是我从冰箱先发现的 所以我先吃 不行 哥哥 蛋糕上面又没有新的名字 你没有听过先抢先赢吗 等一下 这妈妈买的你不可以自己吃 不然我跟妈妈讲 弟弟 你跟妈讲也没用啊 妈妈一定会说要让给我吃啊 那爷爷比较疼我 那应该要给我吃 弟弟 哥哥 姐姐 那个你们年纪比较大 可不可以让给我跟弟弟吃 你们两个不要吃蛋糕好不好 拜托 对啊 分成一半很好分啊 可是我也有听过某老师说 弟弟妹妹要里让哥哥姐姐喔 对 你们老师都没有说恐龙让梨的故事 给你们听吗 对啊 恐龙让什么东西 我们狗哥 姐姐你们很幼稚 你还胆小 这个故事里头有一个弟弟 他叫做恐龙 然后他都会把梨子 给他最心爱的哥哥吃 可是这个是蛋糕又不是梨子 都是食物啊 不管了 反正都是蛋糕要分成四份 好 分就分 哥哥年纪最大 我来分 好 那哥哥 你要分得公平 我是哥哥 当然是最公平的 对不对 对 哥哥 我相信你 好 哥哥分 好 那哥哥 我盯着你分 好 我好想要吃上面的橘子 我想要草莓 那我要分了 好 哥哥 我要草莓 哥哥在我们那么好 好 哥哥要自己吃掉没有奶油的蛋糕 哥哥 好姐姐 耶 哥哥分完了 弟弟的 妹妹的 姐姐的 哥哥 我要跟你 干嘛 哥哥 你真的很不公平 我哪有不公平 你们看 你们三个人一样大 可是你的比较大块 上面还有水果跟奶油 就是不公平嘛 哪有啊 你们看 草莓 草莓 你被吃完了 我的比较小块 我对你们很好 哥哥 你真的很壞 我不要吃了 全部都吃光光光 你自己吃就好了嘛 那我也不要吃了 我也不要吃了 我也不要吃 你们对我好好 那我不客气了 大哥 我的大哥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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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 爺爺 怎么了 爺爺 爺爺 妹妹怎么在哭 不哭 眼泪珍珠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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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就有一个蛋糕 可是我们要四个人分 哥哥就说他分 就他分了他自己一个 那么大块的 有奶油还有水果 分给我们小小一个 什么都没有 对 他是故意的 而且他还把我们三个人 都吃掉了 他就自己做出来了 哥哥 姐姐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一半是真的而已 爺爺 这蛋糕这么小一个很难切 哥哥 爺爺知道你是男生嘛 食量比较大一点 可是 你是家里面年纪最大的 所以偶尔体谅一下 弟弟妹妹妹嘛 好不好 好啦 没关系 没关系 有人有吃到有人没吃到 爺爺呢 买了包子 请大家吃 谢谢爺爺 爺爺 你可以帮我拿一口 我最喜欢的咖喱菜包吗 咖喱菜 今天生意比较好 所以咖喱菜卖完了 不过有肉包啊 我不要 我就是要咖喱菜包 我没有吃到蛋糕 又没有吃到咖喱菜包 爺爺很辛苦去排队 爺爺 我们最喜欢吃肉包了 哥哥帮我拿 谢谢爺爺 怎么又是哥哥要吃 爺爺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肉包 你怎么不买面包呢 肉包 哎哟姐姐 妈妈前几天不就买面包给你吃 今天就吃肉包嘛 对啊 你们那么喜欢吃面包 妈妈买给你们 我们都没有说话 对啊 哥哥那是因为妈妈有帮你买蛋饼 好啊 有的人有蛋饼 有的人有面包 有的人呢 可以吃肉包 但是 妹妹 这家包子呢 肉包也是她的招牌 要不要吃一个看看 换换口味嘛 嗯 妈妈 爺爺 你不要理妹妹 妹妹就是爱哭爱闹 爱计较 对 明明就有 你先干嘛 爺爺 我跟你说 妈妈上次带我去体育用品店 我就买一个护制给我 可是妹妹又不会溜冰 她吵着也要一副新的护制 我明明就会溜冰 弟弟还不是也一样 上次妈妈帮我买了一个新的蜡笔 她也一直说她要 所以为什么只有我有 妹妹 你怎么可以说我 妈妈有帮你跟姐姐买新衣服 我跟可哥都没有 等一下 爸爸明明也有 买给你们两个篮球票 还带你们去看篮球 我跟妹妹都没有 那是因为你们本来就不喜欢 看比赛好不好 你们什么时候去看篮球比赛 怎么没有找爷爷 对 妈妈还有带姐姐跟妹妹去逛街 不是吗 我跟可哥没有 弟弟 但是因为每次你去逛街 你都只会坐在地上 一直说回来回家 回来回家 不是吗 妹妹你还敢说 一直哭一直哭的是你 你都哭得找爷爷买玩具 对喔 而且弟弟你也有去买玩具 我有看到喔 哪有 爷爷 你怎么都不带我去玩具店 也想说 姐姐跟哥哥年纪比较大了 但是有买玩具给你们啊 可是我想要最新型的桌友啊 好好好 爷爷知道呢 你们兄弟姐妹喔 有时候呢 会有些小争执 有时候会吵架 但是不要凡事呢 去斤斤计较 去看谁有篮球 看谁有蜡笔 有护具 哎呀这样子是争不完的 哥哥 姐姐 弟弟还有妹妹 爷爷希望你们呢 能够呢 兄弟姐妹之间 互相体谅 互相礼让 甚至一起分享 这才是爷爷 最想看到的你们 最喜欢的你们啊 爷爷 我们知道了 那弟弟 哥哥 姐姐 我们以后都要相亲相爱喔 嗯 好 那我以后蛋糕 会多分一点给你们 好 那我发誓 我以后不会一直哭 也不会爱计较 那我们很好吧 好啊 那我们来打勾勾 好 爷爷 爷爷一起来啦 相亲相爱 好开心啊 那爷爷 既然我们大家都已经和好了 我们可不可以去玩具店 对啊 而且爷爷 我记得上一次去好像是去年喔 很久了爷爷 这么久了 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去玩具店 耶 爷爷爷爷有跟你说 但是我跟我朋友玩那个桌油 超级刺激的 你知道吗 我的心臟都 掉出来了 不是 这么刺激心臟又掉出来了 爷爷爷不敢玩 爷爷没有一直让你玩 你看我们玩就好了 对啊 爷爷在旁边帮我们 加油 好 边吃肉 加油 不是我们还没有买 对 还没有买好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耶 要带什么 走走走走 你要带什么东西吗 耶 我要不要带他 我有带我有带 先放家里 快点啊 快点快点 先放家里 好 我回来啦 你回来了老公 老公 想你 这不是垃圾吗 对 你怎么把垃圾带回家里 就刚刚我在巷口停车的时候 看到这包垃圾 仔细看好像是我们家的 它怎么会丢在巷口 好像真的是我们家的垃圾 对啊 对啊 刚刚是爸说要帮我拿去丢垃圾车的 爸说要拿去丢的 交给我 爸 爸 喂 儿子 回来啦 爸我回来了 辛苦辛苦 现在累吗 爸 这是什么呀 这是垃圾呀 它怎么会在巷口呢 我放在那的啊 那你怎么没有拿去 去到呢 嗯 我知道了 是不是今天垃圾车没有来 垃圾车有来有来 我来怀疑一下当时的状况好了 垃圾车的声音 传过来 我又快奔跑 要来了要来了 结果我跑到巷口一看 我竟然没有穿外裤啊 好害羞 你们也知道我是这个巷口街坊邻居的模范爷爷啊 看到我这个样子 多不好意思 会很糗 我就把那个垃圾呢 就放在巷口那个转角处有没有 放 赶快跑回家 还好没有被人家看到我这个样子 还好 爸 但是如果你把垃圾 就这样子随便丢在巷口 万一被小猫小狗咬破了 然后撒得到处都是 你就当不了模范爷爷了 这个我知道 可是这边住了这么多的年轻人 敬老村行一下帮我丢个垃圾嘛 这个小事举手之劳啊 对不对 哎呀爸 不是这样说的啊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子的想法 都把垃圾放在自己的家门口 或是巷口 那到底谁要丢垃圾啊 对啊 那好像真的是蛮不好的 那我明天再去丢了好不好 爸 明天我去丢 你先去穿裤子 对 我忘记了 青山先去穿吧 好 好 谢谢老公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 你都帮我做夾式丢垃圾 好好活 是男人的责任 嘿嘿嘿嘿 谢谢你 对了 儿子啊 今天停车是不是很方便啊 对啊 巷口那边超多车位的 我一下就停到了 知道 河 巷口 对啊 我不是有帮你站车位吗 就在前面那个地方啊 我用了花盆 还有晒衣架 帮你站了一个最棒的位置 你现在赶快去巷口 把车子给移过来 爸 用东西站位只是自私的行为 是对的啊 怎么会自私呢 人家新闻上还有报什么 整个人啊 去站在停车阁里面 不让别人停的耶 我用晒衣架 小事 小事啦 嘿嘿嘿 爸 不可以这样子做 平常不是都教孩子们 不对的事情不能做吗 所以我们要 以身作则 是以身作则 可是那个晒衣架跟花盆 还好玩吗 爸 你忘记了 上次隔壁的王伯伯 用花盆挡住我们家的大门口 对 都不能出入了 王伯伯怎么这么没有水准啊 是不是 但是爸 你现在的行为 就跟没水准的王伯伯一样耶 因为我想说让你好停车的 就结果自己变成这种邻居了 哈哈 哈哈 那我待会去把他们移开来 我去移就好了 嗯 我知道你是好意 下次不要再这样咯 好好好我知道了 但拜托你 先去穿裤子 忘记了 哈哈哈 先去穿 哈哈哈 嗯 老公 嗯 那个花盆合那么重 你辛苦了 不会 老公 坐 哈哈哈 翻那么重的东西一定会肚子饿 我煮了安心晚餐 赶快回来吃哦 期待哦 我会想你 好 要想我 我赶快回来 我等一下就回来 嗯 我立刻就回来了 嗯 嗯 是什么声音啊 对啊 好吵哦 听起来像是机器的声音耶 机器的声音 该不会是我们家的 洗衣机 不会吧 这么晚了还洗衣服 太没公德心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有小偷 偷偷跑来我们家用洗衣机 我去找他 妈 嗨 妈 你怎么在这里啊 嗨 我睡不着嘛 睡不着 是啊 睡不着你就 做点别的事嘛 比如说鼠羊 嗯 数过了啊 嗯 数过了那就 数钱好了 你不是最喜欢 数招票了吗 是啊 但我就那几张钱 一 二 三 哎呦 就数完了啊 我会烦心我自己的 嗯 你好好加油啊 是 我刚好就想到啊 我们那个老人会啊 过几天有个活动 好几件衣服 很久都没穿了 有点味道 我就拿出来洗一洗了啊 哦 蛤 所以 是妈 你在洗衣服哦 是啊 怎么了 哎呦 现在都半夜了 这么晚洗衣服 会被灵芝骂的啦 对啊 明天早上起来 我再帮你洗一次好了啦 哎呦 我的好媳妇 好好好 那我先去把它关起来啊 没关系吗 我去弄就好了 哎呦我去弄 没关系我弄就好了 哎呦你做我去弄 是是是是 有一天晚上 我戴着我的功夫鞋 看好时尚 摸摸摸摸摸摸摸 哎呦 怎么大家都还没睡啊 哈哈 哈哈 好晚了你在干嘛 哎没有啊 后天老人杯 要办第三届的歌唱比赛 主题是嘻哈 我又在练习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流行啊 哈哈哈 你一定会得冠军的 我也这么觉得啊 但是 现在已经半夜了 嗯 你音乐放那么大声 唱歌也那么大声 难道不怕邻居打电话 报警吗 哎呦 报警 唱歌又不是什么坏事 又没有偷强拐骗 干嘛报警啊 他不是这样子说的吗 对啊 邻居说不定会报警 你说你扰万安妮 制造造衣 哎呦 哦 严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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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只早音啊 我的声音可是公认的 天籁之声啊 不相信的话 你们听 Cee Soo Soo Tee Te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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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個王伯伯 第二屆的時候 我是第一名 他第二名 他一定是羨慕我 所以要阻攔我練習 不讓我練習 我不要練給他聽 嘻 嘻 嘻 不可能是 嘻 你是不是這樣 嘻 嘻 一定是你唱歌太大聲 把隔壁的小狗們都吵醒了 嘻 不好意思 那我不好意思去睡覺好了 大家都去睡覺 我不要當個 討人厭的鄰居 嘻 嘻 走走走 摩扎 放摩扎 去房間幫忙 不要被摩扎 走 好 那要唱什麼歌 不要再唱了 好好睡覺 好 那 你幫我照照備 我背好癢 也跟你們說 這週末好像有一個很大的颱風 會直接衝過來 到時候一定是大風大雨的 太好了 我最喜歡下雨了 可以在那邊採水耶 爺爺 我最不喜歡下雨了 這樣子鞋子會濕濕的 很不舒服耶 爺爺懂 但是有時候下雨還是很好的 因為如果沒有雨的話呢 我們的水庫就會空空 水庫空空 就沒有水可以沖沖喔 沒有水可以沖沖 這樣很臭耶 太好了 我也不喜歡沖沖 而且啊 如果水庫空空除了不能沖沖 連馬桶上廁所的地方 也不能沖沖了 不能沖馬桶 這樣不行耶 對啊 馬桶積餓很多便 比我們廁所就會很臭很臭很臭 不行啦 所以呢 下點雨還是很好的 我們都要好好的珍惜水資源 那爺爺 我會希望啊 颱風天來 下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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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雨 怎麼樣啊 你們想喔 如果下很多很多很多的雨的話 那可能呢 雨會多到破壞農作物 可能會淹死之外 還會造成土石灘方或土石流 很危險的啊 好可怕喔 但是爺爺我還是希望颱風 快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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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可以放颱風架 哎呀 弟弟 這樣不好 為什麼不好 颱風架可以出去玩耶 爺爺說的是心態不好 颱風架是不讓你出去玩的 它是要讓你在家裡面 好好的做好防台準備 才安全啊 可是有時候颱風架 沒有風也沒有雨啊 那是因為颱風的變化 非常快也非常大 可能剛剛呢 昨天晚上是清台 在隔天早上就變成牆台了 又或是可能原本是牆台 後來又變成清台 隨時都會不斷地變化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 觀察好電視新聞的報導 隨時做好防台準備 做好超前部署 對 老頭子啊 我們這周末不是要去靜香嗎 你東西都準備好了沒啊 老太婆啊 你先不要管這個 你過來 你過來 現在新聞呢 正在報導 說有一個很大的颱風 好像在這個周末會過來耶 那我們周末要去靜香 該怎麼辦呢 我都已經跟隔壁的張大媽的 小阿姨的二姑姑的小堂妹約好了耶 張大媽的二舊公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隔壁巷子口的張大媽的小阿姨的 二姑姑的小堂妹 關係好遠啊 老太婆 一人脈可真廣啊 那是那是 鄰里之間要多走動走動 有助於你當選下一屆的 模範爺爺嗎 喔 太恐怖了 都已經可以感受到 我是模範爺爺的那個 風光光光榮的感覺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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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可是周末颱風要來的話 那我們這個靜香活動 是就得取消了嗎 好像是 有了 距離周末不是還有好幾天的時間嗎 對啊 那個颱風動向不一定嘛 對啊 搞不好它走到一半突然 也說不準 有道理喔 我有聽過 人定勝 我們如果四個人呢 一起發念 一起用意志力 讓這個颱風轉向的話 或許可以喔 一起也試試看 趙爺爺這樣子的 一起 好不好 一二三 來 颱風快點轉向吧 一二三 讓我們周末可以去靜香團吧 一二三 爸爸回來囉 兒子 你回來得正好 趕快坐下來 跟著我們一起發功啊 發什麼功啊 我在門口 就聽到你們這邊 炸炸炸炸的 吵死了啊 我們再發啊 要讓周末來的這個颱風 轉向的功 這 不好吧 嗯 最近缺水耶 如果颱風來的話 可以讓水庫有一點點水的進障啊 哎呀好好好 我跟你爸 在颱風來的那個時候 剛好我們要去靜香 他轉向才好呢 嗯 你要去靜香 媽很危險 你不要去靜香了啦 可是 你媽她已經跟人家約好了耶 約好 跟誰約好啊 就是那個啊 隔壁張大媽的三叔公的 三叔公 還是我來說 我來說好了 是隔壁巷子口的張大媽的小阿姨 那個二姑姑的小糖妹奶奶已經跟她約好了 齁齁齁齁齁齁 他們都記得了 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一下 小神瞳啊 神瞳神瞳啊 該不过嗎 来 做儿子的跟你说 新闻都有在报 你有没有在看 有啊 广播都有在说 你有没有在听 有啊 台风天很多人 就是因为去观浪 被那个风狗让你捡走了 下雨啊 去登山啊 失联啦 如果你去景乡啊 拜拜啊 发生什么事 怎么办啊 很危险的不要去了啦 对啊 爷爷 你刚刚不是跟我们说 台风天的时候 要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吗 对啊 那爷爷 你刚刚不准我们出去玩 你还要跟奶奶一起去进香 不公平 不公平 刚刚说的是台风架的心态嘛 那怎么办啊 老台风 好吧 好吧 就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我看我们下次再约好了 对啊 没错啦 如果那一天周末大风大雨的话 我们出去搞不好那个招牌 会砸下来会受伤的 或者是那个路数可能也会倒下来 我们还是不要去好了 我们取消 取消 延期啦 所以我们要赶快跟那个谁啊 隔壁巷子口的张叔叔的 不是啦 爷爷 是隔壁巷子口的张大妈 的小阿姨 的二姑姑 的小堂妹 哇 大家的记忆力 原来都这么好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们要赶快在周末之前呢 做好防台准备才是 没错 台风天呢 就是要全家人一起待在家里 然后挤在一起 来 这样才温暖 安全 你踩到我的脚了啦 爸爸好挤喔 好了 不要吵了 全家人挤在一起在甜蜜蜜 我比较想要出去玩在家 只会跟妹妹吵架 对啊 我们主要一直吵架 爷爷你看看啦 奶奶你看他啦 好啦 好啦 不吵架 好啦 停 不要吵 现在呢 我们在台风之前 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的 爸 要准备什么 好 爸爸来发号司令 好 爸 Yes Sir 待会呢你就去通知里长 然后呢请他把附近的水沟 去清一清 通一通 如果下大雨的话呢 这样子我们水才排得出去 才不会淹水 是的 指挥官 好 是的 Please Thank you 哇 会淹水耶 对啊 这样就可以游泳了 游 妈 呃 Yo 待会呢你就去储存一些水 然后买一些泡面啊 干粮啊 饼干啊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买东西的话 这样才有东西吃 是的 指挥官 Sit down please Thank you 哦 可以吃泡面了 我要买很多口味 啊 比较死我 真的 弟弟 妹妹 Yo 待会呢把家里的地上检查一下 如果有纸箱啊玩具啊 全部把它放在比较高的地方 咽水进来的时候呢 才不会坏掉 所以要要到家里来耶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穿泳衣的家里游泳了 好 太开心了 游泳 如果呢 我跟老婆 把楼上的那些窗户都交代贴起来 然后门口呢 去堆一些沙包 这样子冰来降挡 水来土淹 这样子就没问题一切妥当啦 哇 可以堆沙包耶 这样我们就可以玩蝶罗汉了 我们赶快把台风叫过来 好 来咯 一 二 三 来吧 一 二 三 来吧 你们还在来吧 来吧什么啊 台风来了很好玩啊 赶快把它叫过来啊 对啊 爸爸 快用一 二 三 来吧 好啦 台风来了 都不是我们可以改变了 这是大自然的力量 如果台风来了呢 好处是可以让水库 有一点点水的进账 不过呢 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灾害 我们一定要随时注意气象资讯 然后呢 做好防台准备 大家知道了吗 知道 好 现在一起来 动起来 一 二 三 加油 加油 今天奶奶奶爸爸妈妈妈小泡泡 哥哥甜甜滴滴妹妹互相帮忙 白开清新甜甜蜜蜜的时光 欢迎来到这里家 好 欢迎呀 我们的爱的哥哥 天天我的爱的美女 妹妹有时吵枣有时帮忙都OK 爱你 心情想爱 上你妹妹快乐 长大上你姐妹 我们一起永永远 明天